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三 今天大盘在创30年的新高 但是呢 却是开高走低 想必此时一定很多人很害怕 怕什么 怕这大盘是不是箭头了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 何老师的看法 或许跟大家不一样 颇有像蛋糕一样 一层一层的堆叠 所以呢 此次这个行情 我为大家 它注解叫做蛋糕行情 为什么叫蛋糕行情呢 稍后为大家做很详细的论述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rragram LINE是小老鼠QQ33 Terragram是股市负金金 或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的部分 首页 常常会有盘后的po文 精辟的研究资料 那我有po我就会通知大家上去看 那么至于震生广播节目 每天晚上7点固定 贴在那边重播 你一定要上去听 太日困的部分呢 盘中即时讯息盘射演变 各股的操作 李宗TV 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提到那边 今天与大家分享 亲爱投资朋友 今天你在做什么事 和老师告诉大家 大盘指数会抖动 个股也会抖动 那么每天 你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当然 今天这行情 早上非常的亮丽 但是从中盘呢 开始变点了 那么变点当中 不免大家又要讨论 今天这根K线爆亮了 今天这根K线是黑色的 是不是又要反转做头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根K线 直接开口 抖一抖 哇越来越矮了 然而今天呢 这个量啊 大家很care 是不是爆大量 我先解释这个量 这个量是大量 并不是爆量 大量跟爆量 是不一样的状况 今天2600多亿 对不对 好 今天这个大盘的高点 各位都看到啊 12502了 好 那么今天呢 在这边高点的时候呢 冲了一波 哇 马上的这么快速的击杀 中场呢 跌了100多点 然而今天 这根K线很简单 它叫做高档大阴线 而今天这根K线呢 有得完了 上面有上一线 下面有下一线 它并非实体的黑K 诶 回到这 实体黑K 跟并非实体黑K 是不一样的 而今天上下一线都有 好 那么这根K线 听我道来继续看下去 昨天我跟各位说 昨天单一K线是长脚T字K 弱中后强 但是呢 今天这个线 当然是跌破了嘛 我有跟各位说 我说这个最重要的关卡 叫12320 那么12320呢 今天到收盘的时候 很显然有跌破了 那么跌破怎么办呢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 你们看这张图 你们看到什么 今天这个量 很多人说 爆量长黑 对 今天单一K线来讲 它肚子有100多点 当然是很长啊 但是我们在看 这一根的线的精华呢 上有引线 下有引线 而今天这根量 是2600多亿 没有比这边还大 这一根线我们往上面推 当时大家也很恐怖嘛 但是呢 耳后不是又创新高了嘛 好 那么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说是蛋糕行情 一层一层呢 这边当时一层 很久很久 突破猛爆 来到这边 又一根黑K爆量 这边又一层 盘了一阵子 这边又猛喷 结果来到这边 又一根大黑K爆量 哦 这边盘了11天 现在这个礼拜二呢 秋空散开 到了现在 又另外一层了 那么另外一层当中 刚刚好 礼拜二 它是做一个突破 12320的状况 而形成了一个多方缺口 所以礼拜二 这根柱子非常的大 重视今天这个行情开高 走低 它并没有跌破 礼拜二这个柱子 叫12242 并且礼拜二 这边还有一个多方缺口 所以我今天要明白的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量 它是大量 并非爆量 会不会如同这边 像一层蛋糕喷出 一层蛋糕喷出 一层蛋糕喷出 下面还有几层呢 注意哦 这个形态 高档区间 今天这个形态 没有什么叫做做头 因为我跟大家解释这个形态 它是一个区间 从礼拜二到现在 刚好是一个区间 所以这个形态 它目前还是属于区间 除非 它把这边的大量跌破 跌破当时这边盘整 11天的那个111 941 否则在这里 还没有形成做头的疑虑 那么目前下个礼拜 请大家先注意了 上档的一个压力呢 就是今天的高点12502 那么下面手12242 也就是周二的这根红K的低点 如果在这个箱形当中 它还是进行这样碎步的游走 或是反复的一个震荡的话 那么会如同这边一样 整理之后再喷 整理之后再喷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交代很清楚 礼拜二的跳空大阳线 就这根线 它还有手 那么礼拜二的多方缺口 还有手 所以今天这根线 不能判定叫做高档反转 所以今天是大量 并非爆量 再度陷入此区的箱形机会大 听我解办很过瘾吧 今天应该没人这样解吧 我告诉大家 这种行情 不会在这边就结束了 现在全世界的资金泛滥到底 那么现在当然 今天多少会有跟一些 中国或美国那边的news 有些干扰 当然会影响到 那股票涨多了 或是指数涨多了 总是会有震荡换手 那么今天这个格局 会不会如同当时我所说的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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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呢我要跟各位说 这个行情 不会就此在这边结束了 我的看法 没有重大的意外 没有重大的利空 这个行情 还是要往历史的高点去扣了 那大家在这边好好努力 为各股积极来努力赚钱了 今天我还是赚了很多钱 我并不会因为这个大盘 开高走低跌了一百多点 我就害怕 我今天盘中我跟各位说 我卖了什么股票了 我转了什么股票 这就是和三的策略 对吧 大家在这边好好加油 今天我们要感谢一档股票 请看 台积电 台湾的航空母舰 你们要看到 哇 创新天气啊 395块 一只独强 谢谢他 如果没有他 恐怕那个指数呢 你们看起来更恐怖了 那今天这个样子呢 谢谢他了 但是呢 今天外资的做法呢 就是 买部分的全职 但是杀其他的全职啊 所以造成 造成这个指数呢 会这个样子啊 好回到这了 我来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指数的部分呢 当然跟很多的一些权重股有关 这今天的外资 是卖超100多亿对不对 那么呢 杀一些权重股啊 杀权重股 当然你们看起来指数会很大 量会很多嘛 那还是在这个诅咒 什么大力光啊 玉金光啊 这个联发科之类的 还有鸿海之类 这些全职比较逗 所以你们会觉得说 这个洞幅好像比较大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行情好好留意啊 后面还有很多的爆发力啊 那今天我们先感谢这个台积电 那台积电下个礼拜会如何 还有呢 权重股 大家先留意的是 镜头那两只股票 如果它能够止跌回稳的话 那这个行情很容易 很快就回省了 好 再往下面看 这张股票 早上大家都有福气啦 何山是不是有通知大家 我说呢 我一大早啊 分两次把它群出跑光光了 何快手就是如此的做 又赚很快 又强很大 就是如此啊 你们看今天高点多少 173 为什么我会一大早 就把它卖掉呢 很简单嘛 你昨天创25年历史挂牌新天价176 你今天怎么只开173 昨天平盘收盘价呢 所以何快手二话不说 把它分两次全部到光光了 然而 这档股票呢 到昨天啊176嘛 那昨天收盘收173嘛 那我说这档股票真的是成为台湾之光 创历史挂牌新天价 当时我也跟各位说过啊 我说这一天我卖了科学股 我把钱转到台光店嘛 结果从这边呢 我说呢你们等了两天 他就冲破这里在创历史糕点嘛 这个尾巴不是要扣吗 结果耳后你们看到啊 哎 哇 把尾巴吃光了 往这边先喷了 然后呢 这一段呢 很多人来帮我抬轿啊 那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 天天来找我的人 都天天可以买到低点啊 天天猛爆啊 当然今天不用再追了啦 今天一大早就把它卖光了 就把它解决了 所以呢 我要跟各位说啊 当你们看到今天这样的做法 更能够证实和山做法 非常的简洁有力 而且我非常会抢钱 我敢在这边买 我敢在这边卖 我今天全部倒光了 光从160涨到今天173 哇13块 当然啦 你们自己去扣啦 去头去尾啦 扣那个手续费啦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何快手就这么做的啊 所以你们要叫我何快手跟何大胆 我买股票呢 就是赶快买啊 卖股票就赶快卖了 所以今天呢 他没有再过那个高顶 我二话不说就把它分两批 把它卖光光了 哎 我钱收到咯 我不用怕这张股票尾盘掉下来啊 我下以外买什么 请你注意我的信息 这张股票 环球金 哎 你怕了吗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很高兴耶 为什么 环球金 我昨天跟各位说啊 426426的故事啊 我说呢 昨天这张股票好玩了 他只到425 所以呢 我二话不说 早上呢 就把它嫖了一半了 那么呢 因为他差一块钱没有填息嘛 所以425是不行的 何快手 马上卖了一半 那么我跟各位说 另外一半我会怎么做呢 当然啊 另外一半当然价差非常的大嘛 我今天把它低接回了 所以呢 我今天也直接跟各位说 我不会因为这环球金掉 尾盘掉 我就害怕 我还跟各位讲过啊 我昨天高档卖掉持股 今天又低接回 而且我们还有当时 上个礼拜五 390块附近买的 所以我跟各位说啊 这股票要贴薄 不是你今天看指数跌 或是看 看你个股的跌 你在害怕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说 426很重要 它只来到425 所以大早把它卖了一半了 那么另外一半呢 我今天没有选择卖它 我觉得低接 为什么 我们当时在上个礼拜五 还有一批是买在 390 395那个地方 然后我昨天调了 已经赚了几十块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各位也知道 我前几天有po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这个 这档股票的文章 我有跟各位说 后面利基减在哪边 后面还有什么爆发力 都在赖的首页当中 希望大家能够 再去思考一下 现在你们在想一个问题 台积电猛报 台积电要不要用 这个公司的材料 当然要嘛 所以啊 你们去思考那篇文章的含义吧 来 这是股票 昨天跟各位说很调皮吧 对吧 好好调皮 我这边卖掉了 今天又买回 你看 我价差也赚到 股票也在 又不会不见 钱也在 真好 昨天跟各位说 这个地方差一块钱嘛 我不满意嘛 所以四价 昨天就卖了一半了 那我从这个地方开始买嘛 明天涨了三十几块了 那在这个地方 也赚了好几十块 对不对 然后卖完之后 我另外一半怎么做 今天答案揭晓嘛 我早上也跟你们说低接啊 再买回啊 我这边赚了一段了 抛开再 再买回 我等什么 我等这一块钱要还给他 所以呢 下个礼拜 请各位注意了 四二六 会用什么方式来 和三做股票很特别吧 我敢赚 我会买股票 我会卖股票 赢家就这么赚的 如果你不这么做 你没办法赚到钱 你每天只要看指数 涨才去追股票 看指数跌 你就要卖股票 那你永远赚不到钱 要复制我成功经验 知不知道 再看 看到那张股票 想到什么 还想到何老师的珍贵 健康小奇兵 没有高点的对吧 开低 走低 有没有想到我的价值 你为什么要在后面去追单呢 太对不起我了 昨天 7月23号 我们展进节 今天也跟大家糟糕 我说小奇兵 昨天一大早在创历史挂牌 新天价53块5 可惜 蓄功力不强 我一早分两次 全速跑光光 获利落贷 结果 有没有看到 今天开低走低 懂得买股票 懂得卖股票啊 今天还想到何老师的价值 你们自己去追到高点 真的很对不起我 我昨天跟你们说我卖掉了 结果 昨天跟你们说 这根线 到收牌你们还知道要反差线 我说我此波暂时大功告成 下一个买点在哪里 我今天选择没有买 因为点位不对 我昨天跟各位说过 这一波要你们买 结果猛爆猛爆 等了两天猛爆猛爆 而昨天我解释过 为什么要卖 而卖完之后 我昨天收这根线 我说你们手上还有的 来问问看我 不要在那边要套第二次 这边套了一年还不够 这边还要套第二年吗 亲爱的同志朋友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做股票 有一次失败经验 要知道反省就好了 此次我也跟你们说 我为什么买这个小骑兵 而我昨天为什么卖 而卖完之后我也跟你们说 在这边要静待 有没有买点 那今天没有 我没有动作 我昨天卖了 今天你们看 来再回到这个图 我昨天告诉你们 暂时大功告成 对不对 我昨天就跟你们讲 暂时大功告成 下一个买点要等我 不要自己乱追 就今天呢 你昨天不卖 今天当然会觉得越看越难过 对不对 你看 跌到这了 你们是回到这里的吗 我跟你们讲 这边套了一年 你这边要再套第二次 看到全市场的报 小骑兵好好哦 好我之前就买了啊 我不是叫你们去追这边啊 你昨天不卖呢 现在变这个样子了 跌到这里了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昨天卖得刚刚好 懂得买懂得卖 就是赢家 我真的是赢家 我昨天大家都知道 我有卖哦 那我之前买 我也跟你们讲哦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复制我成功经验 一定要嘛 你看你继续追到这样 对不起我 对不对 哎呦 今天有那个阿多仔 又在讲他评比的 我已经不想po他的文了 我们就看他形态吧 哎呦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再为大家画两道线 注意哦 注意哦 这只股票我们赚得很开心啊 注意哦 这两道线 卡老师你在暗示什么 我再告诉你 下个礼拜你的标的在哪里 你要好好地记得 何老师告诉大家 目前这个行情还没有变形的时候 大盘的结构 它还是多头的架构 而这个行情很容易造成 我所告诉大家的蛋糕堆叠行情 啊这是股票咧 你就不相信我 我有什么办法 啊宁可自己省一只鸡的钱 然后输到里面 套到最高点 然后去追高点 这个对不起我 今天你们看到科学股 变成这个样子 你们想到和珊的珍贵 我的珍贵在哪里 我的珍贵是你们金钱买不到的 7月21号 我斩金截铁跟你们说 分两次全数获利落贷 此次科学股双赢 股息加股价赚很大 还还原全职创 历史挂牌新地价 这一天7月21号 152.5 我已经跟你们讲我卖掉了 结果你们还要说 哎呦它又有高点再去追吗 今天咧跌停 达到原型 还比以前135.5还矮 你们看到科学股这个样子 才想到和珊的珍贵 为什么当时我要你们买科学股 你们不买 要你们卖你们不卖呢 我已经跟你们讲 这一天我卖了科学股 我转台光店了 我今天台光店又赚了钱 你为什么赶不上我的速度 来回顾 7月21 我有跟大家召告 科学股 此波暂时大功告成 有没有 还原全职历史新天价 而现在你回头一看 哇 你再追吧 后面这边你一两块你再去抢吗 结果今天一根全部吃光你了 135.5 当时我最care的 今天全部吃完了 来 剩下这边 怎么办 打回原形 打回原形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何老师对你那么好 我买股票跟你们讲 卖股票跟你们讲 我还跟你们讲钱要怎么转 你还不来复制我成功的经验 然后每次在那边去省一只寄的钱 失去一大头的利润 还去追高点 对不起我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 赶快想办法来找我 这些股票到底下一个买点在哪边 如果这个股票没有买点 他会回挡到哪里 赶快想办法来找到我 这只股票注意了 何老师家族还有很多钱 我要做什么 偷偷告诉大家 大家都知道今天大盘跌100多点 对不对 可是这只股票在这里 很奇怪 大盘是高点好像怪怪的要掉 可是股票就是这样打底 注意哦 有心人是默默吃货 这边跟这里 尤其今天这根K很特殊 注意哦 请你做好一个动作 把钱准备好 下周我要买这档股票 就是这一档 把钱准备好 下周就是这一档 我要告诉大家 下周开始 我的tempo又有一些变化 但是我股票都选好了 这档是唯一的首选 你一定要赶快想办法 找到我 一起跟我卡位这一档 祝大家在这边呢 能够好好的 在这个乱世当中 跟我拼经济 所以在此时 乱世拼经济 本间K线加河山脑 放贷你一路断到底 只需一价到年底 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行情当中 跟我一起努力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转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